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双胞胎 在这里寻找回家的感觉 2012年5月1日2日 中国末将北回归线国际双胞胎节 及哈尼菜银节邀请回家 一个400多年的小村座 依然燃着有无心烈的火汤 一个古老的民族 依然保持着神秘而庄严的 一桌传说中的瓦王燕 依然飘荡着历史的传像 走进秘境人舱 探秘苍原网山 旅游新时空精彩 马上为您呈现 大家好 这里是云南卫视正在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康健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区 长期以来在云南定居的少数民族就有25种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而又神秘的民族文化和风情习俗 25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直根于彩云之南这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之上 云南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大官员 今天的节目 我们前方的记者王靖将带您走进秘境云仓 去探访神秘的苍原网山 亲身体验一下瓦族的风情习俗 说到瓦族 观众朋友可能了解的不太多 在新中国建立之时 这个瓦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默契 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直过民族 瓦族的生活发生了一部一千年的巨大变化 当时的瓦山有一首流行的歌曲 叫做《大瓦人民唱新歌》 这歌唱的那就是瓦族发生的这种全新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瓦山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我们马上开启这段 探秘之旅 去体验瓦族最为神秘 最为庄严的瓦族拉木 去披如瓦族那永熄灭的火塘 去品尝那传说中的瓦王宴 那从地图上看呢 林仓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城 那由于历史的原因呢 它没有一寸的铁路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少人来 也被称为是秘境 那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神秘呢 现在我们就开启这段探秘之旅吧 而说到林仓的秘境称号 更多还是来自它 拥有着一片古老而神秘的瓦族部落 世代居住在林仓的瓦族人 有三十万左右 约占中国瓦族人口的三分之二 分布最为集中 也最具代表特色的 就是位于林仓市西南的 苍原瓦族自治县 设施组决定即刻前往那里 从林仓市区前往苍原 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 由于几乎全程山路 通常又走四五个小时 山路边鲜艳的三角梅正在绽放 像是路上遇到的朋友一路随行 当看到附近山上的董宗林 已经漫山遍野地连成了片 我们知道 已经接近大了神秘的瓦族部落地 师父说呢 这个沿着这条路下去 就到了咱们此次的目的地 翁町村了 据说翁町这个村寨呢 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到底有多古老呢 只要看村旁边的这棵榕树就知道了 那现在呢 我们走进这个村子看看 很奇怪啊 我们本来在这个山顶的时候 往下看就觉得这边的村子 都像一个个的小蘑菇 走近一看原来这边的房子啊 都是用茅草还有竹子木头搭建的 然后我走到这儿呢 都听不到什么人的声音 只能听到音音乐乐的这个狗叫声 鸡叫声 好像人比较少 不知道里面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是不是还过着四百年前的生活 走去看看 黑色的皮肤 女人嘴上叼致的烟斗 是这个瓦寨里的人给我们的最初印象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造访瓦寨 村子远远地用长焦拍摄他们 生怕哪些地方坏了规矩 后来我们找到一名瓦族向导 她的名字叫一赛 这名十八岁的小姑娘 赶上了翁丁开始发展旅游业 成为这里的一名导游 翁丁这个村子有着近四百年历史 现在一共有一百零一户人家 四百九十七名村民 全都是瓦族 除少数出门打工外 基本还生活在这个村子内 以种植水稻和茶叶为生 每一个瓦族寨子都要有自己的寨庄 它是全瓦寨的象征和标志 一般来说 寨庄摆在寨子最中央的广场上 每逢重要的节庆与仪式 全寨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 瓦族人信奉自然宗教 将自然物和自然力本身 视为与人一样具有生命抑制的神圣存在 而寨庄便是这种信仰的具象 地位无比重要 当灾难困难发生之时 起到引导保佑权债人的作用 瓦族人普遍认为 只要有诚心 就能祈求到自己的愿望 想想 这简单而朴素的信仰 却有着让人感动的单纯和执着 翁丁全村目前都生活在这种 有着四百年历史的茅草屋里 五一例外 刚刚结婚的年轻人 住的是四壁落地式平房 只有一层 不久后 就会搬到这种两层的 被称为甘蓝式建筑的茅草屋中 这种茅草房 上面住人 下面观养牲畜 堆放杂物 房屋前面 还会有一个竹巴晒台 用来晒衣物 晒稻谷 通过和村林聊天 我们了解到 翁丁村1993年才开始通电 而自来水 则是2004年 开始开发旅游时才接通的 即便现代文明 已经再次发展 这里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居住习惯 并且房屋盖的秘籍 村中道路狭窄 这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 只有在寨门寨围的范围之内 才能受到寨神的保护 和本寨人的支援 虽然人口越来越多 他们宁愿在寨院的拥挤 也不愿独户远离村寨 一再告诉我们 在温冰这个小孙子里 大家同为瓦族 或多或少也都有着亲戚关系 瓦族人热情好客 走累了 随便走进一家 就可以休息休息 逃碗茶喝 这么热的天 还生着火呀 还生着火 这个就是瓦族家的 那个永不熄灭的火汤 这火是不熄的 不熄火 夏天多热都不熄 每个瓦族人家里都有着被称为 永不熄灭的火汤 火汤自进新房升起火后 就要让火种保存下来 不得熄灭 如同不能断香火一样 只有重建坊屋或送走旧年时 才可以灭火 那时又要举行取新火仪式了 其实对于瓦族人来讲 火汤不仅是家庭兴旺的象征 也有着它的便利 那就是方便他们每天围坐在火汤边喝茶 每当有客人来时 邀请客人品尝自家的茶 是他们代客的必有礼 谢谢 谢谢 我阿姨叫拉雷 拉雷 拉雷 那么这个茶呢在喝之前 用杯子 今底一点 今底一点 那么这个表示今天 敬意敬祖宗 可以喝了 可以喝了 就是每次喝茶之前 对这个祖宗表示尊敬 瓦族人喝茶也都得这样 对 酒也是这样 酒也是这样 对 既然这个瓦族都敬祖宗 我们也得入香随俗 好 入香随俗 可以喝了 谢谢 哇 要不要再来 啊 我不能不说这 你为什么笑我 这茶就是 比我喝过的所有的茶 无论是普洱茶 铁观音 还有这个绿茶 全部都苦 瓦族这种自种自收的茶 叫做苦茶 听它的名字 就知道它的味道了 来一杯 哇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这个 这是咱们煮茶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那种绿茶吧 是经过烤的 然后再揉它 就直接晒它 就可以 这外面是个什么 是个小锅是一个 对 小锅就是咱们煮茶 煮茶 它不像我们泡茶 它是煮茶的 煮茶 是煮茶 煮茶 我看一下这个没有煮过 用我们的要求 主人专门为我们制作一壶 新的苦茶 拿那个茶罐 茶罐 有蒜 几下冲洗之后 就要将苦茶 满满的放进 铁制的小罐中 加入少许的水 放到火糖的炭火中去煮 三五分钟后 水沸腾了 就可以取出来饮用了 这样煮出来的苦茶 颜色如同 微出来的中药汤 味道很重很浓 瓦族人对茶的品味 也是越浓越好 越苦越好 这个茶呢 虽然很苦 但是你喝完的时候呢 它回甜的 它不仅回甜 它提神解渴 还治那个毒蛇 哦 这个也治这个蛇毒 是不是 主人告诉我们 瓦族人的苦茶 不仅饮用起来提神解渴 还有这一些药用功效 外肤可以治愈被蛇咬上的伤口 也可以治疗眼病和蚊虫叮咬等 所以苦茶在瓦族人的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制作上 它有着很独特的地方 在身上将茶采来之后 放到火糖上的锅内 大火烹炒 炒干后 在波及上搓开揉碎 并放到火糖上面 烤上半个月 由于火糖从不熄灭 每天烘烤 这些苦茶 不仅有着茶的油香 也透着淡淡的烧烤 和烟草的味道 很褬色的 对 很漂亮的 还在瓦族老乡的茅草屋里 品尝聊天的功夫 有次命告诉我们 一场盛大的活动 即将在翁丁 从旁边的小山坡上开始了 一场神秘的拉木谷仪式 临终树木变成瓦族人的通天神木 一席隆重的瓦族盛宴 感受瓦族同胞的融火热情 优优独播剧场 我們在路上 對我們說 我們把人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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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不是說要來 翁町叛蜜的嗎 我們看到的就是 瓦族最神秘 也是最莊嚴的 一個儀式了 叫什麼儀式 拉木骨儀式 拉木骨儀式 就是這個木骨是嗎 對 但現在不是還是木頭嗎 就是現在 在沒把它造成木骨之前 要拉回到再者裡邊 為什麼我們瓦族人 會覺得木骨很神聖呢 因為木骨它是我們瓦族 能以天神溝通的 他來溝通 所以說在把木頭做成木骨之前呢 要有一系列的 非常莊嚴的儀式 那麼現在 木骨開始拉起來了 在瓦族的各種器物中 最神聖尊貴之物 莫過於木骨 每一年 寨子裡的人們都要到山林中 來到事先選定的大樹下 殺雞祭神 之後 全寨無論男女 一起從樹林中 拉回一段 置地堅硬的樹幹 作為製作木骨的木材 這便是瓦寨裡最隆重的活動 成為拉木骨 在瓦寨上聚會的人 叫做摩巴 在瓦寨中 負責掌管 關於祭祀的一切活動 摩巴在瓦寨中 雖然不只有一個 但是 他們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大道全寨祭祀 製作木骨 小道村民的出行 嫁娶都離不開摩巴 拉木骨途中 即使走在平坦的大路上 人們還是隨著瓦巴指揮的節奏 或進或退或快或慢 享受這個一年一度的社會 半個小時左右 製作木骨的樹幹 被拉進瓦寨 但活動遠遠沒有結束 現在大家把這個神木 拉回來之後 就開始圍成圈 然後男的在裡邊 女的在外邊 然後開始唱歌跳舞 對 現在村民們一起跳的就是 由祭祀慢慢衍生而來的 木骨舞 那中間那個敲鼓的是要 特地選定的一個人嗎 對 那個就是這個在此一個 木骨手 就是專門敲擊這個 木骨那個木骨手 我們能進去看看嗎 可以 可以進去看看走 木骨手 用的兩根鼓錘 長約四十厘米 兩頭粗 中間細 像平時見到的啞鈴 敲擊時 鼓聲時而統一 時而交錯 聲音傳到幾里之外 在瓦族人看來 木骨既是他們音樂的伴奏 又是傳遞四號的工具 更是至高無上的通天神器 在瓦族的文化中 他的每一個聲響 天上的神靈都能聽到 因此木骨平時是不能亂動的 只有祭祀 報警或節日喜慶等 重要集體活動時才能敲打 木骨一般長約兩米 直径0.5到1米之間 平時存放在木骨房裡 分為公骨母骨兩種 別看他們的外型 看起來差不多 其實大小和音色都有所區別 樹幹拉回寨子後 磨巴就會找當地 具有高超技術的木匠 進行製作 並且立下保證 絕不能出錯 新木骨的製作 大約需要二十多天 能工巧匠們先是 在樹幹中 早開一條長鉤子 從鉤子入口 將樹幹掏空 在鐵槍中心部分的兩面 各留有一半 凿空的音槍 以便敲擊時產生共振 而音槍的不同 就決定了他們音色的區別 工骨發出的音色偏高 木骨則偏低 這證明瓦族很早就知道了 樂器結構與聲音的關係 當晚 我們圍繞著瓦族 用不熄滅的火塘 打了地鋪 洗地兒水 一再告訴我們 明天 翁町村將會以瓦寨 非常隆重的宴會 來宴請我們 在這片平靜的夜色中 我們期待著第二天 這個神秘的村莊 又會給我們怎樣的驚喜 瓦王夜上有著怎樣的驚喜和講究 謝謝謝謝謝謝 地處中國邊疆 生活在這裡的瓦族人 有著怎樣的變化和便利 因為前面就是你的電話 一覺醒來 天下集了萌萌細雨 這讓雲霧聊聊的瓦寨 更多聽了幾分秀美 獅志祖應一仔和王丁其他瓦族朋友們的邀請 前往一戶有著獨當手藝的人家覆言 您說 咱們這個瓦寨玩了這麼久 還真是沒吃到咱們瓦寨的好東西 有什麼好吃的呀 那個做鹽水那些 蔬菜呀 热辣發 都是這個瓦族 一般瓦族都喜歡吃這樣的白色 牧中多樣的菜色看到我們眼花撩亂 真的是盛情款待 一再告訴我們 這便是瓦族接待貴客的酒席瓦王丁 一會兒功夫各種菜色全部上齊 大家也都粉粉入座 所有的菜都擺上桌了 那一再咱們進來可以開吃了嗎 還沒有 那個油瓦巴燒了算 哦 我們得聽瓦巴的 瓦巴說讓吃咱們才能吃 瓦巴在哪呢 那邊 在那邊 在那火堂旁邊呢 對 通常在普通的瓦族人家吃飯沒有太多禮數 而瓦王眼就不同了 遇到隆重的場合和尊貴的客人 就少不了瓦巴的參與 要是今天 跟喝茶一樣 對 對 先滴一瓦 哦 謝謝 謝謝 這裡面是酒嗎 對 那為什麼要喝酒啊 對 因為來著都是喝五酒不成 你先滴兩滴再喝 哦 我要先滴兩滴 滴酒如同喝茶之前滴茶一樣 謝謝 是瓦族的稀俗 在瓦寨中飲酒 無論大小宴會 接到酒杯 都要先滴幾滴在地上 一方面含有對天地祖先的尊敬 謝謝 另一方面 也表達對於遠方親朋好友的祝願 謝謝 你看瓦巴把這個雞頭那個遞給你 哦 因為你是最尊貴的客人嘛 嗯 所以說這個雞頭你一定要吃 吃過雞頭 大家終於可以開動了 瓦王宴上的食物真是多種多樣 但瓦族的朋友告訴我們 桌上的食材全部來自瓦山 包括牛肉 牛肝巴 豬排 雞肉 苦液湯 涼拌野菜等 在瓦族人心裡 這就是他們的滿漢全席 對 因為瓦族很少吃草的那些菜 都愛吃飯的 說到底還真的是這樣子 你看 這些都是飯 對 那這個呢 西飯 這是雞肉爛飯 雞肉爛飯 雞肉爛飯 對 咱們嚐嚐這個雞肉爛飯 這個跟咱們平常吃的這個西飯有點像 只不過是加了一些 香料 香料 這些綠色的香料 雞肉爛飯並沒有那麼簡單 它是瓦族菜脯中最著名的一道菜 也是瓦族代客的上等佳養 製作上也很獨特 將火雞仔殺放鮮去後 放在燥火中燒掉身上的毛 據說這樣可以保留雞的新鮮 之後將七切塊放入清水中煮熟後 再將淘擠好的大米倒入雞湯裡煮到爛 稠度在米飯與西州之間為止 最後將薄荷葉 微香等這些我們並不常用的調料 撒入鍋中 加入食鹽 辣椒麵 攪拌均勻 上汽食用 嚐一嚐雞肉爛飯 一般我們都不用筷子的 不用筷子 對 那怎麼吃啊 就是用手抓 手抓 對 抓一口 這猛吃一口啊 就覺得好像 是不是有誰把花露水灑進去了那種味道 那些都是佐料嗎 香料 是香料 南瓜 有薄荷 有茴香 但是吃進去你就覺得 它這個 因為叫爛飯嘛 所以它應該是煮的時間特別特別的長 把這個雞肉都煮爛了 跟這個米飯攪在一起 然後糯糯的那種感覺 對 特別好吃 好吃嗎 好吃就是手抓得不太習慣 按照瓦的習俗 瓦王宴是沒有餐具的 所以在瓦王宴上用餐只能用手 隨著這裡越來越為人所知 各地旅行者的不斷前來 好客的瓦族人也開始為客人們準備餐具了 如今來到這裡 你大可不必擔心 面臨用手抓反的尷尬 然而對於外來的客人 有一關卻不一定能夠輕鬆度過 瓦族人喜歡飲酒 熱情的瓦族人對外來客人的歡迎方式 就是站在你身邊為你唱歌 建議他們自己釀製的水酒 而喝酒的規矩就是 歌聲不停 喝酒就不可以停 你喝的杯數越多 他們會越相信你 再瓦香過得開心 如果你的酒量不行 就難免醉倒了 謝謝 你知道嗎 就是長命百歲 就是長命百歲的意思 你知道嗎 我剛剛進入我們瓦族山寨的時候 我還暗自慶幸 因為我知道一條規矩 那就是少數民族 會走路就會跳舞 會說話就會唱歌 暗自慶幸說 還好還好 到了瓦族之後沒有喝酒 但是 進入瓦家山寨之後才知道 原來是 關起門來叫你喝 不喝都不行了 入香嘴俗 謝謝謝謝謝謝 雖然大家都酒量有限 但是面對如此熱情的瓦族朋友 又怎能推卻你 這首紅遍大江南北的阿瓦人民唱新歌 更是引起了席間所有人們共鳴 阿瓦人民怎能做 跟著我安保住心 還跟著白宮殘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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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為了解這裡更多人的生活狀態 我們從此地出發 前往蒼園縣城 蒼園縣的總面積有2445平方公里 其中有99%是山區 而縣城則在一片難得的平坦的地方 作為西南邊圈的小城 這裡總人口有17萬多人 而其中瓦族就佔了85.1% 與翁町村中居住茅草房 保持著古老習俗的瓦族不同 現成語的瓦族人 大多過著十分現代的生活 在蒼園的綜合貿易商城 我們看到了這裡作為口岸縣城的商業氣息 來到蒼園的這幾天我最大的感觸就是 邊境的地理位置真的給這邊的人們帶來了很多 一方面他們保存了古老的民族傳統 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可以根據邊境的優勢 做一些貿易的活動 真的是一天一個新變化 就在我手指的那個方向 在山的那邊 一個現代化的機場現在正在籌見 等到機場建成的那一天 會有更多的人來到這 那時候的蒼園又有什麼新的變化呢 咱們期待吧 我們蒼園的旅途就要結束了 下一站是梗馬 出發吧 好 歡迎回來 看了前方記者王靖在蒼園瓦山的體驗 我的感觸最深的 那就是他那句話 他說瓦山是一天一個新變化 依托國家改革開放的這個好政策 瓦圖一方面保持著獨特的民族傳統文化 而在另一方面呢 又可以利用邊境的區位優勢 從事邊貌活動 使自己的生活是日益美好富足 我們看到 隨著國家的改革發展的進步 對於祖國西南邊陲的瓦圖同胞 同樣也在一天天的發展進步 在共同繁榮發展的道路上 我們任何一個兄弟民族都不會掉隊的 最後呀 還要告訴觀眾朋友 一年一度的這個瓦江國際雙胞胎節 五月一號二號將在瓦江舉行 截日期間呢 我們還要舉行這個雙子星才藝大賽 如果您想報名參加一展身手的話 可以直接拨打下面的這個電話 電話號碼是0879-4238-882 好的 今天的節目到這就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來領略一下 2012瓦江雙胞節形象代言人 AOA組合演唱的主題歌 《回家的感覺》 在快樂和期盼和期盼和期盼 帶來幸福和平安和平安 只是就會這樣 只是多麼奇妙的人間 Love you love you 感謝您給的愛 感謝很深深的愛 感謝愛從把放開 像一兩框更溫暖的愛 讓我永遠 不會害怕多難 讓我們心中的世界 讓我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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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心中的世界 從來